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网络爆款美食 自己做 怕翻车 学会这几招 让你没烦恼 在这个锅烧热了之后 我们一定要勤翻面 脆皮年糕如何做到 焦脆料香 导演亲自实验 教你避开翻车点 要下去四分之三 汤焦腰花 如何去腥又入味 四白落地 内外夹击 怎么解析 咱给它上味的过程 叫内外夹击 现在这是内 网络爆款美食 不翻车 本期节目敬请期待 欢迎大家来到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来新大厨了 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大厨 您好 陈老师 除了看节目学习做饭 还有很多朋友喜欢看网络视频 学习做菜 但是网络菜有一个问题 一看就会 一学就废 是的 那今天把这个王大厨请来 那肯定您这方面非常厉害 我基本做饭不会翻车 您做饭肯定不翻车嘛 对吧 就是我爱人也是愿意看这种美食小片 在家做点小吃的 做点小甜品 反正经常翻车 我就是它不翻车的保证 所以说就是能帮助大家 今天就解决一个比方说 做网络菜容易翻车的问题 给大家兜个底 小窍门 先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做饭不翻车 在家给媳妇兜底的大厨王莹 你看我们回家吃饭 经常来这一些新朋友 咱们了解一下 今天这个嘉宾的故事 行嘞 他想来回家吃饭 被我们导演拒绝了五次 我 到底这五次是怎么回事 咱们这样 一块了解一下 听说被拒绝了五次 对 我被拒绝了五次 终于来了 这太不容易了 五次导演拒绝你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次他说我长这么帅 肯定不会做菜 第二次然后我就说 那你说我不会做菜 我就把做菜的视频发给他了 他说我是先练的 第三次我就和我朋友们 一起报个名骂 他们说我的那个菜 没有我的朋友的好 第四次我那会染个头发 第五次他又说我那个菜太简单 他一看就会 我觉得他在针对我 我这次做的是一个 他觉得非常简单的菜 我跟他说 你要是能跟我做的一样好 就算我不合格 如果你不行 那我就要到现场来亲自的交 那他在家试了吗 他在家试了 他翻试了很多次 所以我觉得我需要来 来 欢迎今天的达人 董事哥好 大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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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太好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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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帅 您好 您好 你看这颜值 是 跟我们俩有一拼的 首先先做个自我介绍 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爱做网络爆款美食的李卓恒 那既然说今天想来证明一下自己 那今天带来什么样的网络爆款美食 今天第一个就是网络上很红的脆皮年糕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喝的多肉葡萄 就是那个外卖特别火的永远点不到的那个 对对对 一会儿完了之后您准备做一什么爆款美食 我来一个藤椒腰花 藤椒腰花 好好好 而且这两位提出的这爆款美食 好像咱在网络上都见过 但是特别容易翻车 首先咱说这年糕吧 年糕到底有多火爆呢 咱先了解一下 姐妹们在我昨天晚上第N次刷到这个年糕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住就在下手了 那咱们现在咱不说 好 咱工作 首先呢我们要选择食材 对对对 第一步就是选择食材 我今天带了这么多种年糕 其实选不好就很容易翻车 你们看看哪一种年糕适合做脆皮年糕 这个呢是那种蛋装的 估计加馅 对这是麻辣烫爱吃的 里头那个品牌 里头的芝士啊什么的 对 这年糕片这我知道这是炒和蟹的 这个是什么呢 你炒那韩国年糕的小条吗 今天这样 您最终选择哪个告诉我们吧 就是这种长条状的 大概一厘米厚 对位出脆皮的 好那我们年糕呢 首先说好了就选择这种长条的 选择完年糕之后 那肯定是要选择器具了 选锅 选锅 对 这个导演跟我说了很多次 他在家里用各种各样的锅 然后都翻车了 那好 那如果说锅没用好 那会什么样呢 我们了解一下 脆皮年糕 这也还不好做 这么简单 这不是一看就会的菜吗 接下来就是我大战身手的时刻了 锅还用选 那不是随便一口锅就能用吗 就它了 哎呀怎么蒸锅了 我们后边就是锅多 咱们一块看看选什么锅 好 像这个应该用来炒菜 然后这是爪廊锅 对 这黑的行吧 这黑的也是炒锅 但是这底儿宽 对 你看咱们那个年糕其实挺长的 是吧 它是一个长条状的 瘦面还得更均匀一点 对 瘦面要均匀 行 然后所以其实 对 像这个 这个就是我今天选的 这种要选择锅 就是纯平的 专门的煎锅 煎东西 煎牛排 煎鸡翅都可以用这个 那咱们就开始制作 好 第一步肯定是要先烧油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导演遇到的 他想要油脆皮嘛 他就直接放很多油 然后把年糕扔进去炸 这像我们帮你干的事 这样就很容易炸 因为我们知道年糕里面 其实有很充分的水分 水分蒸发就容易炸 油要放多少 我觉得要多放点油 这样做出来的年糕才香 太充分了啦 所以的就是锅选对 然后油要适量 然后下一个很容易翻车的 就是这个火候 一定要转到中小火来煎 如果大火的话就容易糊 而且糊了之后 它里面还没熟 如果怕糊的话 其实可以这样抬起来看一看 这种锅叫做铸铁锅 它火烧热之后 这个锅的温度 其实很难降下去 所以这个油烧热了之后 一定要把火转小 这个油不能放太多 那就少放一点 这个火候我觉得是关键 不能太大 要小火 这脆皮怎么还不出现 不行 我要调大点火 这回我知道了大火熟得快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糊了 像我们这样煎 反复地煎 要煎到什么样是可以的 我一般是拿家里的夹子 或者这样戳一下它 能感觉到里面 就是戳下去软了 然后而且外面也没有糊 就差不多就熟了 跟炖肉一样 能扎透了就出锅 对 能扎透 在这个锅烧热了之后 我们一定要勤翻面 要看着它 现在状态怎么样了 来大家听声音这样 这种就是外面脆壳也有了 然后里面也是软软的了 好 这样就熟了 其实对这种就是炸过的东西 最难的就是这个汁了 它汁又挂不上 您这咬一口它吃不上 挂不上 对 那个汁它要是太稀了 它又不好吃 调味还不简单 辣椒酱 甜面酱 蒜蓉辣酱 这不都是现成的料吗 做好了 我拿去给他们尝尝 怎么样 味道怎么样 除了咸味啥我都没有 怎么可能 你的这个呢 就跟我在这里吃的不一样 这个还真是挺难掌握的 那咱们制作一下试试 好的 一勺番茄酱 搁里头 一勺这个甜面酱 甜面酱 甜辣椒 来点 自然 再来一点点这个葱蜜 葱蜜 再来点这个芝麻 很多人就以为就这样拌上 直接可以了 是 但是我有一步 一定要再烧一点油 它这个调料 我们就算把它搅拌均匀 它辣味是辣味 紫然味是紫然味 没有香气 然后没有那个香气 它也没有办法融合 所以就要用油 来激化一下它的香味 然后让这些味道融合一下 王大厨 看了这个小礼操作 不光是有外表 而且还真是很努力 确确实实是 就是在家研究了这个 而且有手艺 有手艺 好 我们就给它刺一下 往那个小礼擀一下 对 擀一下 好 到这样的程度 我们就可以开始往年糕上刷了 没吃过这个味道 所以一会儿要尝一下 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 好 这是一种口味 再教大家另外一种口味 好 这个时候另外一个翻车点就来了 就是这个蘸料 我们那个海苔和那个肉松 不容易挂在这个年糕上 因为它也是干的 对 它也是干的 所以怎么办 可能给它挂在上面呢 用蜂蜜 在外面刷一层蜂蜜 刷一层蜂蜜 把这个蜂蜜均匀地 刷在这个年糕上 刷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铺上这个海苔碎 还有肉松 之所以被称为网络热门菜 它肯定是所有人都能完成的一道菜 并且它可以随意改换它的口味 这年糕上它本身没什么味道 但是我爱吃咸的 我就可以变成咸的 爱吃辣的就是辣的 爱吃沉的就是甜的 不是传统味道 是新派的复合味道 对 好的 这道菜就算完成了 这道菜就做好了 除了我们这个年糕以外 是不是还有一个饮品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多肉葡萄了 大家可以买这种五籽葡萄 但如果有籽的话 就一定要把它剔除掉 不然它会影响口感不太好 然后我们用家里的干面杖 给它碾碎一下 但是不要怼得太碎了 要保留那个葡萄的那种颗粒感 是最好的 好 现在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三个杯子 把这个葡萄 铺到这个杯子底部 我们接下来 就是做我们的果茶的部分 两个比例的茶 一个比例的葡萄汁 再加0.1的糖 那如果我想吃甜的 是不是多加一点糖 焦多不黏 糖多不甜 所以你只要掌握好那个比例 它那个甜味就是够的了 我们要有这个冰沙的口感 就一定要有这个冰块 好 我们把它倒到刚才准备好的杯子里 下一步就开始做奶盖 我们需要加入牛奶 炼乳 海盐 还有炉奶酪 这个炼乳还有牛奶的比例是怎么搭配的 比例是牛奶100克 炼乳50克 炉奶酪50克 好 自己在家里就可以 按这个比例制作一下 要打多久 把它打锡就可以了 打开 让我们的朋友们看看怎么样了 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没有那个奶酪那些颗粒状 做奶盖 让它不翻车的点就是淡奶油 一定要放在这个冰水的这个碗里 隔水然后给它打发 好 现在就差不多了 这样它能挂在这个打蛋器上 好 这样的状态OK了 我们把刚才料理机里面的 大概4比1放进来混合 好 现在这样就差不多了 最后一步就是加入我们刚才 打发的这个奶盖 哇 真的很漂亮 现在用一个网络热门色 喜欢它那就是超好看 这样的多肉葡萄就做好了 就做好了 咱尝一尝味道到底怎么样 好的 都戴上手套了 咱们就拿自己喜欢的味道吧 下手了 大厨一选 首先闻着那种焦香味 特别香 很脆 真的特别脆 我这个上面是有蜂蜜的 甜香 甜香的感觉 而且里头那海苔 一咬是脆脆的 能够是脆脆的 特别香的 因为它是煎过的嘛 稍微会有点油的腻劲的时候 咱们可以喝一杯 我们的多肉葡萄 来 层次分明啊 跟鸡鸡酒似的 干杯 干杯 这个茶饮啊 不甜但是很香 还有种葡萄的香味 小李 不仅会做饭 而且呢 做的这个网络热门菜 真的是不翻车 网红脆皮年糕 第一步要选这种水墨年糕 然后长条状的 大概厚度为一厘米左右的 这种年糕 第二步 我们在煎年糕的时候 一定要小火慢煎 然后年糕煎好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调制 我们的酱料 番茄酱一勺 辣椒粉一勺 蜂蜜来一点 甜面酱来一勺 最后再加上一点芝麻 我们一定要烧一点这个油 等这个油大概六成的时候 浇在我们刚才的这些调料上 我们进行一个搅拌 最后一步 把这些调料 均匀地刷在年糕上 另外一个口味 就是海苔肉松的口味 在年糕上面 刷一层蜂蜜 作为它的这个介质 这样海苔和肉松呢 就容易粘在这个年糕上 画重点哦 在煎年糕的时候 一定要反复地翻面 避免它煎糊 多入葡萄 第一步 葡萄倒入容器中 用我们擀面杖压碎 下一步呢 就是加入葡萄汁 乌龙茶 白糖 打成冰沙 最后一步就是制作我们的奶盖 牛奶 芝士 炼乳 海盐 在搅拌机里 打匀成无颗粒状 打发淡奶油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要隔着冰水打发 这样更容易成形 打发好之后呢 把我们刚才用料理机 搅拌好的这些东西 混合在一起 成品就是先放葡萄 再放冰沙 最后放上我们的奶盖 画一个重点 打淡奶油 一定要隔冰水打发 保持低温的状态 更容易成形 还有一个小秘诀 四排烙地 这个腰花捞出来以后 千万别过凉水 用这个葱油的香味 把这个藤椒的香味激发出来 咱给它上味的过程叫内外夹击 我们今天要做这个藤椒腰花 到底有多火爆呢 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认识一下 先炸好葱油 把这鲜藤椒和葱油一起打碎 切刀此时无堵 省堵三分之二 千万不要切断 我们将煮熟的腰椒到处 在这外盘 外盘完成 确实啊 网友们都特别喜欢 但是我发现那个看它那个视频的时候 会有点问题 就是你只说了其一 但是你并没有解释其中的道理 没错 这样吧 您制作的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下 行 咱们从个市场买回来这个猪腰子 表面有层筋膜 咱得给去掉 好嘞 我还真认为这腰花是羊腰 猪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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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猪腰子从中间撇开 你看打开以后是这样的 咱们得把所有的渗线之类的 全都得给它去掉 这也是比较容易翻车的点 就是腰骚不知道怎么去 要把这个完全去掉 全都去干净 好 这样的情况下 你看这两片咱就可以做 就很干净了 很干净了 然后就可以打这个计划刀了 最关键就是接下来这一步了 没有像您这样的道工 是不是做不了 其实我上学的时候 老师教了个计划 那怎么说 叫要想功夫高 三千六百刀 这句话什么意思 就是您得多练 多练 就三千六百刀嘛 对 您得切出来 你看咱那个腰花就这一片 搁在这儿 斜着 这个刀也得是斜的 要下去四分之三 不能全切 全切就断了 对 对吧 这个全品感觉 刚开始您切不好 这您可以翻过来看看 必须让它有连着 你看 看见没有 差不多吧 漂亮 斜着 它这个花就会好看一点 每刀和每刀之间也不能太薄 大概有个俩硬币那么厚 各位您看大厨这刀工多均匀 一定要均匀地切开 可不能有爷爷又有孙子 给它捋回来 哇 捋回来然后换个角度 这么着再切 好 有一些菜呢 它通过刀工的加成 它的那个菜口感和样貌 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再回来 哇 你看 我的天 天哪 哎呦 中间来一刀 好 那我们腰花已经改好刀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 下一步 得给这腰花去腥 去这个腰花的腥啊 或者一个小秘诀 四白烙地 哪个四白 白酒 白醋 白水 淀粉 淀粉的附着力很强 对 它就能把这个里面那个骚气 或者那杂质啊 对 都给它排出去了 就这么腌着它 大概要腌制多久 有个十多分钟 就可以了 对 咱就这么腌着它 一会儿呢咱再洗 腌着这个腰花的时候呢 拿这个葱白啊 咱先炼点葱油 好 您要什么油大厨 来个菜点油吧 这个炼葱油的是不是这样 这个火啊 刚开始的稍微大一点 让它这个油热了 热完以后改成小火 但是在你这个油热之前 先把它放入里面 炸这个葱油啊 就是你要想要葱的香味 完全释放出来 就是火得小 不能让它快速地焦掉 煎炸到蔫儿那种状态 蔫儿要焦 不能是糊 你看现在这个焦完了 差不多了 关火 咱把它逼到小玩儿里边 咱先晾一下 光吃这个腰花啊 这全肉了 咱们也得荤素搭配 咱们配点这个青笋 稍微焦它一点 明白 焦它一点 爽口 爽口 搁在底下 锅开了 咱把这笋倒进去 让它断生就行 要过凉吗 不用过凉 自然凉 因为它刚才这个菜是温菜 萝卜一炒完了 像翡翠一样 这个可以出来了 搁在这儿自然凉就行 咱们可以打这个葱油酱 打成这样 咱再打这个藤椒的 咱这个藤椒酱 它为了追求它这颗粒感 就让它这味完全释放出来 咱用这个石臼给它捣碎 你看 这样用这个葱油的香味 把这个藤椒的香味激发出来 让它碰撞 那下面这个时间 我们就该进行汆烫腰花了 没错 然后这个做一锅水 搁点盐 来点胡椒粉 搁点姜片 然后搁点料酒 用一点我们太太乐料酒 它是用真正的黄酒酿制而成的 既能去腥也能提鲜 好嘞 这个抄腰花啊 告诉大家一个 一样不容易翻车的办法 就是火大开 水全是大开的 咱们把这腰花倒进去 给它摊开 什么时候捞出来 什么时候它断生呢 就是等这锅在二次开之前 四开非开 但是一定这个时候一定是大火 大火顶着它 感觉马上要冒这大炮了 对 马上要冒了 给它捞出来赶快 这个腰花捞出来以后 千万别过凉水 一过凉水 这腥味又回来了 这个时候咱们可以拌它了 好 搁点这个 就刚才咱打这个葱油酱 咱给它上味的过程 叫内外夹击 现在这是内 一会儿咱再说外 咱那葱酱搁两份 这个藤椒酱也就一份的量 别太多 太多太麻了 然后稍微来一点盐 然后来一点点胡椒粉 喝点糖 盐油再来一点 搅拌 让它这个味道充分地溶进去 这个时候拌好了 清笋垫好了底了 然后咱给它码个盘 好 咱们再热点油 刺它一下 好 本来它已经很入味了 但是外面这层油 再给它拖上去 就感觉那个味儿 一下就散发而开 对 拌它的时候 内已经有了 现在最关键的外 加鸡它 一定要刺它一下再 感觉刚才那一下子 那个铜椒那香味 唰一下就出来了 为了让它味道更复合一点 还得来点耻油汁 我给您准备了 用点我们太太乐原味鲜的 蒸鱼耻油 好嘞 来尝一点 提鲜入味 一步搞定 我们看的这个网络菜 看似很简单 但真的需要一定的功夫 那咱们就尝一尝 给大家看看 这就是我们的腰花 脆 一点腰的味道都没有 没有那种腥的味道 太棒了 好吃了 非常脆 这个也是没有重油 重辣 重调料的味道 做的这个那个 很清香 其实今天 我觉得二位教大家 这些方法 用这些方式 就能保证在家里 做这些网络热门菜 不翻车 来了这些节目之后 我真的是探索厨艺的 这个好奇心 真的是无限的 同时我也发出一个请求 如果您在网络上 看到了那种 一看就会一学就废的美食 没关系 您可以联系回家吃饭 我们帮您解决 避免翻车 首先要去掉腰子表面的筋膜 然后把腰子对半劈开 去掉所有的腰骚 去好腰骚的腰片 用45度的斜刀 两边切成麦穗的花刀 然后对半开 呈现出麦穗的状态 白醋 白酒 白水 及淀粉 混合在一起 浸泡15到20分钟 洗干净 用菜籽油 低温去炸小葱白 把小葱里边的葱香味 逼出来 把葱油晾凉 然后用葱绿部分 打入葱油 打碎 再用炼好的葱油 把藤椒打碎 把水烧开 水中要加盐 胡椒粉 姜片 料酒 把腰花放入沸水中 就是在锅底冒小泡 水还没有完全开的时候 把腰花捞出 用葱油酱和藤椒酱 里边少加一点盐 胡椒粉 和白糖 把腰花拌匀 莴笋去皮 然后切成橡眼片 焯熟 青笋铺在盘底 拌好的腰花 搭在青笋上面 顶部放葱丝 青椒丝 割一串鲜的藤椒 用烧热的菜籽油 撕出葱的香味 然后周边倒蒸鱼尺油 咱们画一个重点 在焯腰花的时候 一定要在水四开 非开的情况下 把腰花捞出来 才是脆嫩的口感 严选鸡肉 安心长鲜 泰德勒三鲜鸡精喊您 回家吃饭 这个夹子有点烫 有点烫 太烫了呀 这夹子 现在给大家补一个翻车点 如果拿这种比较便宜的夹子 如果前面没有那种硅胶头 那是非常容易烫手的 而且它太短了 是 长一点的 这么长 或者有一个那个 你说的是火筷子 硅胶套这儿 对 就是稍微贵一点的 这儿都不是这样 我们家的就是便宜的